开着倒载沐浴车,三人一组的服务小组就出发前往需要洗澡的个案家里 和过去所知道的原床洗澡不同的是 沐浴车是有准备了专业的浴缸来服务个案 不但有专业的操作员,也有专业的护理师 近来一人之有也快要一年的时间 那其实之前在做护理工作是在一个比较硬体的设备里面 那工作上就是比较自视的八个小时的护理工作时间 那接触到这个倒载沐浴车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份工作我蛮喜欢的 因为它很弹性,而且是可以照顾到自己的原乡部落的老人家 而且这些老人家真的是也非常需要我们这台沐浴车 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洗澡了 渔人自由基金会日前来到新衣乡设站 希望究竟来推动长照相关服务 其中倒载沐浴车是重点项目之一 服务员们也秉持着把爱传输器的理念 为民众提供服务 在还没有进这个渔人自由工作之前 那我曾经也是就是被受照顾的人 被受关怀的人 那我想说我今天在这边工作 那就是把那个爱传播出去这样子 那我们每一次去跑遍那个全部的新衣乡 那我们每一次去服务的个案 那其实还有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先议员石庆隆肯定渔人自由会的用心 也欢迎有需要的民众向渔人自由会提出申请 渔人自由会为了就近来提供服务 那最近来到我们新衣乡 来为我们这个乡里面的乡亲 来提供墓益 所以我们在这边再次的呼吁 如果我们乡亲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 能够跟我们渔人自由会来提出申请 现今社会推动长照2.0来因应高龄化的社会 除了落实社区据点以外 现在也有民间团体来推动倒宅沐浴车 为需要的民众提供沐浴的服务 石庆隆议员肯定渔人自由会的用心 也欢迎有需要的民众到相关单位做询问 记者邱平易新意采访报道